新一轮8亿冲突已持续一个多月 造成双方超1.47万人死亡 成为当前全球关注的焦点 11月21号晚 金砖国家领导人8亿问题特别视频峰会举行 专家认为 金砖国家就8亿问题发出正义之声 意义重大 其实我觉得就是贡献了全球南方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的这种智慧 金砖国家能够为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 提供新的思路 对于金砖合作一起得非常重要的 金砖国家自从8月份第二轮会员以来 这是举行首次的领导人的会晤 在当晚的峰会上 中方提出了三个当务之急 专家认为三个当务之急相互关联 体现了中方立场 现实意义重大 其实当务之急的一个核心的 我觉得就是听火指战 冲突不要升级 要管控危机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 其实已经达成了初步的结果 听火四天 对吧 其实就是我觉得 也是这个重要的成果 就是我们做出了这样一个表态之后 还是推动了中东地区的和平 八亿的冲突的降级 峰会上中方指出 解决八亿冲突 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 是落实两国方案 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专家指出 中方立场站在了公平 正义公道的一边 这也是中方一直秉持的观点 得到其他金融国家一致认可 可以看到其他一些金融国家的领导人 和代表在发言过程中 也都跟着中方采取了相应的立场表达 一个是要赶紧促成这个地区局势的降温 要停火指战 另外一个要高度关切 防范可能发生的更大范围 更大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还有的话是要坚持两国方案的根本解决出路 专家认为 金庄国家能够在这么复杂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反映了金庄合作机制的发展前景 愈加光明 我想这充分反映了金庄合作机制 在未来的发展前景是愈加光明的 金庄合作能够在巴引问题 这么复杂的这种问题上达成共识 那也意味着金庄国家 建设的多边主义原则是非常有效的 为金庄合作长远的完善发展 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那么这个体现出金庄 它从一个区域性的变成一个全球性的 发展中经济体的一个联合体 大金庄在全球治理中的这种话语权扩大了 代表性增强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大金庄合作的议题开始深化了 所以未来的金庄合作恐怕不光是在发展的一体上 也是在安全的一体上 会不断的提供新的思路